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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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那边开始 诶 诶 诶 现在大家那就几个锦小CV 那我先来 我先来 我先来 好 左手 大家都这么勉强 这个强烈的意愿感受出来了对吧 我的 幸运化 然后从第一天讲的竞选 理想中那个编号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小伙子 敢拼敢闯 有很长的实力 你说这个看着谁想 谁希望他是我的对手 他在美国读高中的时候 就练过摔跤 又学过综合格斗 我相信 以他这些训练背景 加上他的身体数字 如果有身体对抗你的 应该是稳赢的 我的队伍里面目前没有 像其他那么多的摔跤相关的 我觉得我这个队伍里面需要 有你 所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我坐近一点 真诚的眼神 对 所以非常的 期待 期待 能够加入我们这个战队 那我们既然想拉你进我们这个战队 时间到了 没到吧 时间到了 没到吧 没到 这就一张卡 就是一张卡 四张卡不得说一个小时 对 几个时 几个时 看一下时间 我相信每个战人家的 或参加这样竞技比赛的选手 我们目标是一致的 能够走到更远一些 我们这个队伍可以帮你实现 好 好 谢谢 那么 接下来 下一位 章王老师 他们说吧 行 从那边看 你先走这种 你们先说吧 来 交叉吧 好 他先说 然后再说 再交叉吧 我想说到 这其他的队长的样子 其实他们是什么到这个位置 其实他们呢 他们是不是硬到这个位置 他们心晕 他们也不是很强 他们也不是很强 在他们的那个地方 不是很强 拉踩 他这样的是没有说服能力 我的妈呀 这是能说的 然后呢 像这两位 刚才在那个房间说的 我们有说的一些话 他就说我是男人 我想补充一下 我想公平 他是一个 就是没成一个团队 他会说你不好 当你没跟他的一个团队 他也会说你不好 好 你要相信这一点 对 他逻辑能力挺强啊 说的话 我现在四车发抖 这个节目 要不及有点重 尽量还是从个人出发 好 我来说一下 你也可以说 我呢 之前是艺术体操的运动员 我的专业可能是在灵敏度 还有柔韧性 然后你回想一下 我们之前我们的项目 一些很决定性因素 打个比方最经典的沙场之战 龙武老师那一战 是为什么生 不要看很弱的小女孩 其实关键性的因素也 也许是在我们身上 所以不要担心 这个组合 您还劝人是有策略的 一个负责踩别人 一个负责捧自己 这个策略好 好 到我们来是吧 我会坚定地选择你 对 就这么简单 没有别的选择 对 没有 就这么简单 我们直接四张 没有写任何一个人 没有什么多余的 就直接给你的 专一 对 对 这是我最大的 就是我所有的诚意 不要光看他们说 看我揍什么 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我们要一起去谈讨 没有别的选择 对 就这么简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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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花掌拍响 真诚的眼神 希望大家一起非常地 这一趴可以了 这一趴可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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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